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16号 山东省辽城市东昌府区新闻办发布情况通报称 针对媒体报道的山东辽城又出现冒名顶替上中专一事 该区经研究决定 基于柳原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王某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被冒名顶替的当事人王莉莉当天告诉南都记者 4年前顶替方曾到他家中 告知他被冒名顶替上学一事 还曾请求王莉莉的父母任对方做干女儿 但父亲没有同意 王莉莉向南都记者回忆 当时王某称 最近他的单位有个调查需要王莉莉配合 还问到了他的出生日期父母姓名等信息 王莉莉还称 1996年落榜后 第二年他还是没考上辽城农业学校 之后以旁听神的身份到该校学习